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是胡胡奇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叫做PT-01 它是一个KO的作品 把New Age的大卫王 也就是Artebus Prime放大了大概10%的作品 那我们直接来看到玩具了 首先它的小滚珠 原则上NA有的设计它几乎都保留了下来 上面这个大枪可以把它拿下来之后 翻转到这边就是一个警示灯 这是它单独的展示 那你也可以把它转到这个方向 露出一个凸 就可以来搭载我们的货柜 而我们的货柜跟OP的本体的结合的话 它中间的话是有一个卡扣的 扣起来之后的话 是可以把它同工拿起来 就是像这个样子 这里是可以另外打开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货柜 货柜跟小滚珠 这样一来放上去 推车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货柜的后方一样是可以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它里面有个板子从这个地方给翻出来 如果从里头不好抠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给打开 那就可以了 这个呢 如果你要把它放成一个平放的话呢 是转成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一块部件还可以单独的 再把它给翻出来 到这边 那就可以单独的让它立在地面上 那这个板子的话呢 如果你在翻起来 它也可以把这个空洞给填补 里头的全部都是银漆 当然我们这个也是可以做站立的一个演示了 那么呢 在平躺的情况下呢 是做一个急救用的一个载台吧 上方有一个维修的这个道具 那上面的关节都还是保留在的 这个透明部件的话呢 也是挺漂亮 好像一个张开的一个嘴巴一样 然后我们这个维修台呢 它本身是可以拔下来的 它下方组合的卡扣 可以将它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货柜的部分呢 它的底盘 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是可以拿下来的 而且它里头内藏乾坤 我们可以把它的替换手啊 能量斧啊 这些没用到的东西呢 全部放到内部去啊 然后呢 这个对应边的一个组合的位点 可以把它给扣上去 凸跟凹啊 应该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 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的话呢 原本在车子 车子的一个后方的这个防转杆 这个就变成它前方的防转杆了啊 那就就形成了一个 一个也算是一个小型的移动车辆 这个设计的话呢 是原本New Edge的设计里头就已经拥有了 单看这个OP的卡车头啊 原本的设计呢 后方这一段都比较长一点 还有脚丫子呢 都在后面啊 这都是没有在做另外多余的改善 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做这个改善的 而这个车门的部分呢 一样是可以做一个打开 那切一个角度的话呢 就有一个开门的感觉 那么以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呢 下方的这个Bumper的话呢 占的面积比较大 这是比较为人所诟病的 后方的烟囱啊 油箱这些涂装的话呢 基本上呢 都没有做一个省略 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 也算得上是相当的可以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两腿这个部分给打开 然后呢 侧边这一带给翻下来 这个部分往下折 然后呢 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凸跟奥的结合 把它给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呢 脚给它翻转180度 脚后跟的话呢 把它给翻出来 再来的话呢 把这边翻出来之后呢 做一个这样子 180度的一个反转 然后呢 这里有一块部件啊 这个原本的这个 环形这个部件 要把它给塞到内部来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再对脚 这个以下这里 这个油桶翻上去之后 这块部件就可以旋转 翻转到这个角度之后 再来整个大腿给翻转 那翻到这边的话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啊 这个就是它腿的一个正面了啊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 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脚的话呢 这一片稍微翻出来一点点 卡进来 卡进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就有一个凸跟奥的结合 那么这一侧的腿呢 就算变性完成了 另外一侧的变性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整个给打开 都是一个大回旋了啊 大回旋 脚后跟也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这片部件翻起来之后 整个脚先翻也可以 再来把这个油桶给解锁之后呢 下半部这里才能够做一个旋转 那旋转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是要把这一些啊 这个最多重关节的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这一带正面 然后这个油桶给收进来之后 它内部有一个凸跟奥的结合在这边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啊 扣上去 这个部分的话呢 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回旋下来 好 我们这里这一片部件 记得把它给扣进去 然后呢 最重要的啊 就是把这一块啊 这个这个洞啊 跟这个凸做一个结合 扣上去 两条腿的话呢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了 那接着完成它的车头 也就是它的上半身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戳开 然后呢 整个部件的话呢 这里可以拉开来一点点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捏下去啊 破坏掉这个结构 再来的话呢 由这把这个车门给打开 手臂的话呢 就可以翻折出来了 另外一侧呢 也是一样的啊 先开车门 然后呢 再把这个部件 手臂给从里头给拉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做这个 车门 把车窗给收起来 然后呢 给推到前方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车窗 按下去 推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给往前面转过来 到这边 那我建议的话呢 首先摆这里了啊 由这个方向转才可以啊 你转另外一个方向转不过去 先摆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由这个地方啊 先折一下 把这个车门呢 给转到这个地方去啊 这里 推过来到这边 先把它整个往上推 这样推进来 两层 如此进来啊 这样比较不会去干涉到 啊 然后由于这里是有个凸嘛 你要躲过它 然后再这样推进来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头的话呢 由内 往外 扣出来 由下 翻上去 到这边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背包 里头 里头这两个凸转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翻转180度 然后从这个地方 大概放到这里就行了 先到这里就行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整个部件给推出来 推出来之后的话呢 先把这个内部翻转180度 再推到这边 那里头这些连接杆呢 在原本NA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合金部件 然后呢 到了这个版本的话 全部变成了一个塑胶了啊 那这里 轮胎 翻转180度 这里 翻转180度 然后呢 往上面啊 塞到这个肚子里头去 应该说塞到这个 成为它的一个侧腹的部分了啊 这个的话呢 也是很多OP的一个设计了啊 到这边 然后这里的双动关节 你看到没有 这里带 原本是一个金属部件的话呢 这一次全部变成了塑胶 然后呢 最后再腰转180度翻下来 手臂这个部分给推过去 那拳头的话呢 我个人的习惯吧 我在做大卫王的时候呢 我就有提过了啊 我个人习惯会把拳头给反转 好 到这边 那背包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直接把它给压到背后 这样就行了 我们就完成了这款PT01 从卡车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 它的身高已经逼近到13公分 可以说就是一个官方Deluxe Class的等级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些细节好了 首先的话呢 身上的没有会割手的部分 变形起来手确实是不会痛啊 然后呢 肚子的这个里面这个连接感的话呢 全部变成了一个塑胶部件 并不是金属的 那么身上的漆面有的没有的 这个大部分来讲的话吧 看下去都是塑胶的一个成型色啊 你要以说这个卖相亮眼的程度来说 是没有办法跟New Edge的这个大外王具相比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别的啊 但它的价格确实非常的便宜 那也几乎保留了它原本玩具的设计 不过这个手肘的话好像是 据说是一个旧版的 只能够折90度 那这个胸口的这个过后的部分的话呢 就不要指望他们会做修改了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关节的紧实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 以这个性价比来说啊 它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然后说到这个膝盖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弯啊超过于90度 那么手臂平举啊360度的转动 拳头的话呢也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拳头 拳头飞出去了 待会再剪吧 翻出去之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拳头替换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啊 它这种塑胶的话 我觉得还蛮耐得起 这样子做一个转换的 这个能量浮 那另外的话 还有附带一把这个大枪 这个大枪扣进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插孔的话呢 我觉得是扣上去比较紧 要很用力很用力的 才能够把它给督进去啊 而且我这个黑色的难怪是比较厉害啊 那其他的小配件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是一把透明的这个能量件 还有一个背包 这个背包的话呢 扣上去比较简单啊 直接从后面这里啊 把它一卡卡了就卡上去了 然后根部的话呢 这个推进器的部分呢 是可以再做一个调节的啊 那头因为有一个关节可以往上看啊 我有一个好主意啊 然后就飞上天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黑色的一个披风啊 黑色的这个抖棚的话 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就嗯 我觉得吧 有点这个配色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有点小多余啊 从这个角度看好像造型是还可以 但这个配色我觉得似乎不是很正确就是了 然后这个支架的话呢 就就扣在 你可以扣在这个OP的底部啊 或者是扣在插这个披风的这一块 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 你要以精致程度的话 它跟另外一个角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其实是两个 第一个价格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是它的体型有稍微变大一点点 那我是觉得这个在把玩上面 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加分的啦 如果说你觉得觉得那个体型太小的话 那这一款你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或者是说呢 你真的觉得说你很想试试看这个模具 那价格上你愿意去妥协这种KO的作品的话 那我倒觉得这款性价比确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